俗哥说电影 包你们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韩国的悬疑惊悚的 离太院杀人事件 影片一开场 龙浩哥正在汉堡店的卫生间撒尿的时候 突然就被人无缘无故的给干掉 在这儿啊 俗哥想提醒广大男同胞 今后撒尿也要做防范 避免背后遭暗算 尤其公厕要注意 不然容易领盒犯 转场之后 检察官忧郁叔来到了案发现场 可当他走进卫生间一看呢 气得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这凶案现场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连个头发丝都不上 接下来我们就见到了超级龙套松东基 虽然男神台词没有一句 但依然掩盖不了他那出神入化的眼睛 面对着龙套哥亲属的痛哭 忧郁叔发誓一定要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 根据龙套哥的女朋友酱油妹的反应 忧郁叔则知 案发当晚酱油妹跟龙套哥去了汉堡店 龙套哥去卫生间撒尿的时候 莫名其妙的就领了好饭 由于这个酱油妹根本没有看到凶手 所以忧郁叔认为这个线索对扣案的屁用没有 转场之后 刑事调查部送来了一位嫌疑人辫子哥 不过这辫子哥是美籍韩裔 他爹地是墨西哥人 他妈咪是韩国人 而且他爹地在美国军队服役 由于这辫子哥从小在美国长大 因此只会说英文 根本就不会说韩国话 审讯人员小眼叔说 你妈咪可是韩国人呢 难道就没教过你韩语 可小眼叔用韩语问了半天呢 辫子哥仍是一脸的梦圈 小眼叔说 孙子你甭莫装啥 就你这演技根本得不了奥子 就在这个时候 龙套姐拿个文件夹走进神圈时 龙套姐说 根据美国和韩国的递节协议 对辫子哥审讯的时候 有些细节必须要注意 一不能灌辣椒水 二不能上老五灯 不然我们美国政府可不答应 忧郁叔说 龙套哥一没说你丑 二没勾引钱的友 你为啥要对他下毒手 辫子哥说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我只是亲眼看着他领来喝饭 这事可真不是我干 根据辫子哥提供的线索 同样是美籍含义的大块头浮出了水面 大块头的爹地胡子叔说 我整天在美国做生意 对孩子确实缺乏叫 但我儿子不仅善良 而且天生胆小 杀人这种高风险 高技术的活他根本干不 大块头说 案发的当晚 我跟辫子哥等人先去了夜店 然后到汉堡店吃的汉 辫子哥当时掏出一把刀 让我们看 然后跟我说 他想模仿电影里杀人的桥段 当我在卫生间里洗手的时候 当辫子哥和大块头一见面的 两人是狗咬狗立嘴毛 都说不是自己干 优育叔说 你在刑事调查部的时候 已经承认是自己干的 现在为什么要翻供了 辫子哥说 我那是驱打成招啊 那帮孙子一会儿让我拿大领 一会儿让我长马步 我是真扛不住 大块头所说的那些的 全都是对我的构陷 他才是真正的杀人犯 哎呀 我觉得导演真应该对松中基说成保险 这才多点功夫啊 这个超级客专 已经被捅了好几遍了 优育叔一看这种情况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法医学副教授眼镜叔说 从试检报告上来看 凶手比龙套哥的个头还要高得多 眼镜叔的这番话啊 如醍醐观点 优育叔当时就清醒了 大块头的律师物资叔说 大哥呀 你是不是傻 你把证人都给抓了 咱以后还能不能好好玩啥了 优育叔说 我要以法律为准成啊 大块头身上疑点忠忠 胡找不停 接下来啊 优育叔开始审问大块头 大块头这演技 显然比辫子哥要好得多 看看这无辜的表情 和真诚的眼神 怎么看都不像是刚杀了人 转场之后 胡子叔找律师物子叔 善良对抖 物子叔说 优育叔就是头绝驴啊 用目前的情况来看 想改变他的想法 那就必须上测谎仪了 这测谎仪不上还好啊 这一上了 大块头更跑不了了 胡子叔说 大哥大哥 咱有话好好说 我知道你工资也不高 平时不仅要养活老婆和小三 时不时还得给孩子 包个补习班 只要你有需要 我现在就给你开支票 优育叔一身的正气 当然不会同意 胡子叔说 你呀别这么横 物死谁手啊 还不一定呢 法庭上 优育叔好不容易找到的 一个能够指认 大块头是凶手的证人 却又临时变卦 把优育叔搞得是欺乎难下 说有多尴尬就有多尴尬 接下来的庭审呢 就是一场拉锯战 优育叔和物子叔 针对龙套哥 当时尿尿的姿势 展开了唇枪射箭 双方各执一词 谁拿谁也没法办 法官听了半天 也有点蒙圈了 说你们烦不烦呢 还有完没完啊 我这手头上 可压了一堆的按键呢 你们要是再这么没完没了 我这工作还怎么干 我看这样 咱不如来个现场模拟试验 转场之后 一帮人带着大块头和辫子哥 来到了岸发现场 经过模拟试验呢 大块头越来越像啥啥饭 优育叔说 你觉得这事到底是谁干的 手下说 要是实在没法判断 那就抛硬币才正反变了 反正就俩人 咱有50%的生犯 优育叔说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这可是草剑人命啊 再次开庭的时候 辫子叔请出了 刑事调查部的毛旦叔 毛旦叔说 辫子哥左手的刺青 是一个黑帮的标志 代表的是我的疯狂人生 我们对辫子哥曾经做过调查 发现他是西班牙 一个黑帮组织的成员 辫子叔说 大家对毛旦叔的话怎么看呢 黑社会的本职工作就是犯罪 所以说谁是杀人犯 还不是显然一见吗 可下一个证人 酱油哥又说龙套哥是被大块头杀的 而且还说大块头之所以杀人的 就是因为觉得好玩 总而言之 这电影是翻来覆去没的头绪 是越看越来起 最后法官一锤定音 以杀人罪判处大块头无期徒刑 以持有凶器和毁灭证据罪 判处辫子哥有期徒刑一年半 看来这哥俩可以手拉手进去喝西班了 胡子叔一看自己的儿子 要在监狱里喝一辈子的西班 那能干吗 于是便开始脱关也找人走后门呢 最后因强大势力的介入 最高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 居然把大块头无罪释放了 龙套哥的妈咪说 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如果那俩孙子都没罪 那我儿子到底被谁杀了 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转场之后 大块头带着小女友看望物子叔 临走的时候 大块头无意中真情流露 刚好被物子叔给听见 虽然他明知道大块头是杀人们 但自己砸自己招牌这种事 他是绝对不会干 可影片的最后 辫子哥那一脸暧昧的表情 似乎都在说明 这件凶杀案到底是谁干的 还真不好判断 忧郁书一看这世道太阴暗的 索性就辞职不干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的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少年犯罪要警惕 绝对不能当儿戏 如果行为太恶劣 必须送到监狱去 了以对 就算了 备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